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萬聖杯 大嘴娃 就讓我們開始吧 不知道大家在第一天的萬聖杯打的對戰結果如何呢 我們在之前有稍微介紹過一下眼墊巨蟹之後 這一次我們再來複習一下之前比較常流行 而且在萬聖節杯能夠使用很好的角色就是大嘴娃 大嘴娃在超級聯盟裡面本來就是一隻很強的寶可夢 當然當初是用來對付草系跟鋼系的一個要角啦 然後在這個萬聖杯裡面因為蟲系特別多 所以大嘴娃的火焰牙相對的攻擊力也很高 加上我們有增槍權的關係能夠把火焰牙逼到極限 所以你認為這一次的萬聖杯裡面 大嘴娃是一隻用火系招式非常強的角色 至於我們這一次搭配的陣容有水風球以及後面一隻是大真風 整體來說就是為了防止大嘴娃怕的一些角色的屬性下 又可以用這兩隻去抵抗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對戰會有怎樣的結果 今天將會有無常的實戰就讓我們開打吧 我們來看一下大嘴娃在第一場會遇到誰呢 喔 對手使用的是月亮一部 月亮一部的話因為妖精系能夠扛住二系的傷害 然後他的增長一般系的話鋼系能夠抵消 所以說月亮一部打這隻大嘴娃算是絕對沒有優勢的 加上我們本身有增強拳的關係所以也讓我們這隻大嘴娃 相對的可以讓攻擊力上升所以這時候可以稍微練功一下了 有沒有 我們就選擇不用擋來看一下傷害 然後傷害量並不是特別好 OK 那我們這邊要用增強拳了 第一個增強拳 火焰牙的傷害就可以上來了 其實大嘴娃在對戰中是需要遇到一些屬性上的壓制 能夠讓他把他的火焰牙的傷害逼上來 用增強拳 雖然增強拳本身攻擊力不高 但是相對的如果你不斷的讓你的火焰牙攻擊力上升的話 就可以用火焰牙打破對手了 增強拳是有能夠提升自己攻擊力一階 但是因為你可以看到這一隻月亮一部 他本身雖然我們有屬性上的優勢 但是他的出招數比我們快上許多 所以導致我目前血量上是輸給這隻月亮一部的 當然你可以看到對手目前是使用一個防護罩了喔 所以這時候我們把他的招式擋下來之後 應該是有辦法直接用火焰牙把他K下去 大家看一下 OK 那現在防護罩相同啦 我們一定要拿一下順位 好 這邊 穩穩的火焰牙收工 這時候殘血 然後順位上優勢 看一下對手會上誰 好 這時候他上大增鋒 大增鋒的話 這邊我們選擇收一個鐵頭 因為大增鋒本身是有抗格鬥系招式 我們不選擇真強拳 畢竟要下 欸 沒有防 嗯 喔 他暗影的耶 而且暗影大增鋒直接一個鐵頭下去 傻眼 那最後一隻大增鋒 那這場遊戲要結束了 因為遇到大增鋒的話 我們這邊還有一隻大增鋒跟水風球 都能壓制這隻草器的大增鋒 那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剛剛那個大增鋒完全不擋招直接下去是有點 有點太實物大意了 然後這邊輕輕鬆鬆的直接毒擊把它毒死 OK 我們拿下第一場的勝利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場 我們第二場的話遇到的是嘎嘎 嘎嘎的話就是 就是烈士了 他準備要落跑了 因為彈底後面的配置是使用大增鋒的關係 大增鋒也是被火系克制到 所以我們派上的是水風球上來 先上來 因為水風球的話 貨不擔心你的蓄氣量比較快的關係 所以可以逼迫嘎嘎 但對手也知道這一點 所以他直接換上了馬力尾跟我們打 但是因為我們先換角 蓄氣量是優勢的 所以我們這時候先給他一個暗影球 當然你可以使用冰凍之風片坊 但是彈底這邊因為在烈士的關係 所以我們選擇一個暗影球下去 可以看到對手剛好沒擋 我們現在一半的血量之後 剩下的 就只要用冰凍之風去把他逼破就OK了 當然第一個的冰凍光束是一定要擋 因為本身飛行系是怕冰系的招式的 然後我們這邊使用冰凍之風 對手這邊一定要擋的 不然他的馬力尾下去又尷尬了 雖然冰系打在水系身上的馬力尾身上倒是還好 但是 就風險比較大 如果是暗影球的話 這場風向會準備拉回來 所以他一定要擋 然後我們再使用防護罩把冰凍光束擋下來 這時候冰凍光束的傷害就變得非常低了 而且我們這邊可以在稍微的蓄一下氣之後使用冰凍之風 OK 雖然目前處於防護罩的力也是啦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把冰凍之風K到馬力好幾次了 所以他的攻擊力下降很多 而且加上我們這邊切腳擋招 直接換上 對手 大嘴蛙 這邊看起來 他應該要上嘎拉啦 嘎拉的話可以完全壓制這一隻大嘴蛙 因為我們沒有配置妖精系的大招 我們配置的是真槍全身鐵頭的話 如果遇到嘎拉的話相對比較吃緊 但是對手也上大嘴蛙的話 加上我們本身是暗影的喔 暗影的傷害量比較好 雖然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大嘴蛙剛剛血量上是比較低一點 但現在又把他拉回來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算911阿 現在比較尷尬的就在於他的嘎拉還在 而且我們的大真風也是怕嘎拉的情況下 等一下我們看幾下 這邊的話我們先讓大真風上來好了 主要是因為想說如果他馬力上來我們可以稍微練功阿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並沒有讓瑪力上來 所以導致我們大真風遇到的是嘎拉 但是他出招那麼快阿 在我們有沒有防護罩的情況下出招那麼快 一定是鼓棒 應該這邊要選擇再稍微蓄一下氣使用暗影球的話 就相對的一定可以拿下我們的大真風 可惜這邊對手的小小的失誤阿 所以我們這邊能夠使用到直衝鑽 拿一個直衝鑽下去 之後他殘血之後我們不要妥氣 我們直接讓水龍球上來 直接用冰凍之風收下 OK這邊我們把風向拉回來 對手的幾個小失誤阿 第一人在於他的大嘴蛙 並不是遇到我們大嘴蛙時 他失派大嘴蛙上來不是用嘎拉上來 所以導致他沒有辦法完全壓制我們的大嘴蛙 加上他剛剛在大真風那邊的時候 嘎拉嘎本身應該用暗影球打的 他卻使用了鼓棒阿 這邊有點小可惜 所以我們把這場拉回來 好我們這場的大嘴蛙遇到的是 解草貴婦垃圾形態 垃圾形態算是非常強 因為他本身擁有剛性的體質 抗性非常好 但是遇到我們大嘴蛙是沒有折的 對手的招這一點之後 立馬換上大嘴蛙上來 這時候我們先用大嘴蛙跟他互相相互 用一個增強拳上去 當然目前也是可以切腳 切成水龍球阿 但是先用一個增強拳 然後對手擋了 之後我們用一個水龍球上來 主要原因在如果他不擋那個增強拳的話 他一定大嘴蛙會被我們直接逼下去阿 但不知道他最後一隻是什麼 因為他這時候切大嘴要上來911 實實上是不太好的 所以我們這時候水龍球可以上來練功了 不過比較小心一點 因為他的大嘴蛙本身 他的招是後面應該會是鐵頭 或者是妖精系的大招 所以我們...欸?他沒有擋耶 我們這邊不用拿去阿 本來想說他會不會到時候出招 我們要擋一下 這時候如果遇到他沒擋的情況下 水龍球就有相對的優勢了 我們這條陣容的主要打法在於 大嘴蛙如果在劣勢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水龍球上來 相對的水龍球先上來的時候 稍微蓄氣一下就會有優勢在 而且如果水龍球 順勢的話打出風向會變得非常強大 擁有一隻冰凍之風的 降攻擊力的水龍球 加上大嘴蛙不斷的用火焰牙 跟增強拳的一個搭配之後 會變得非常強力阿 那兩個的搭配算是非常的好 但你在最後一隻選擇大增風 主要原因在於 可能在逆風的時候大增風效果也是不錯 只是缺點就是我們這套陣容的一個鋼 然後配一個大增風 可能會遇到火系的時候會變得比較難打一點點 然後我們輕鬆的收下他的 解草貴婦之後 剩下的就剩一隻大石蛙了 那這場也是收工了 然後這套陣容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在 你可以看到我們本身大嘴蛙是火招嘛 然後配一隻飛行系跟蟲系 所以說這套陣容是 能夠完全壓制草系的寶可夢 所以如果玩家很討厭草系的話 這套陣容是非常好用的 好我們這一場又遇到的是嘎嘎 這時候遇到嘎嘎的話直接換角 我們這邊稍微消磨一下之後換角 直接換成的是水風球上來 然後對手換成是炎電狙蟹 炎電狙蟹是完全碾壓過這隻水風球的 所以我們這時候先給他一個冰凍之風 雖然很想要演一下是暗影球 但是因為他的脊弱真的太痛了 我們願意演一下冰凍之風 傷害量也不錯啦有一半 這時候他的攻擊下降之後他的脊弱就沒那麼痛了 OK那對手這時候出招 這麼快的話一定會是十字檢 但你這邊不擋 因為我們本身是能夠 飛行系可以扛一下蟲系的招式 OK了 好這時候我們在殘血的情況下用一個冰凍之風 那這邊文在文大 對手勢必也要繳防護罩的 欸他沒繳 喔他這時候直接下去了 那我們這時候把風向拉回來 這時候遇到的又是嘎嘎 他直接一個火焰炎火直接收下我們的水風球 比較尷尬的在於 因為嘎嘎火系是能夠打我們兩隻大嘴蛙 以及大爭鋒的關係 所以我們目前遇到嘎嘎是有點沒則啊 那你的打法主要是想說水風球跟對方耗一下之後 把對手的防護罩跟他的攻擊逼弱一點之後 讓大爭鋒上來稍微蓄氣一下 等一下就可以對付他的嘎嘎是 我們這套戰術主要的打法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在遇到炎電巨蟹的時候 反而炎電巨蟹竟然被我們的水風球拿下了 反而導致我們目前的大爭鋒也沒辦法蓄氣 然後大嘴蛙也還沒上來 所以導致我們現在打這隻嘎嘎會變得非常痛苦 因為蓄氣量可能不太足 加上防護罩對方都還是持平的狀況下 然後對手這時候在我們出發前換成大爭鋒上 大爭鋒這邊看來對方採取一個雙火陣啊 雙火陣的話這時候 那你想說那大爭鋒上來互相傷害好了 因為畢竟我們的大爭鋒也沒辦法打 這時候至少我們大爭鋒可以上來互相傷害還可以 不過因為對方有一個防護罩 當然我們的大爭鋒是沒有辦法使用直衝鑽 打後面那隻嘎嘎勢必這一場應該算是結束了 所以如果玩家在用這套陣容的時候 如果遇到雙火陣的話就是沒有辦法 除非你的大爭鋒真的在前面先把對手的防護罩逼掉之後 才有又有辦法用直衝鑽去逼迫火系的寶可夢才有辦法贏 OK那這場應該要收工了 因為這樣的話我們用一個致命毒針稍微騙一下防 但是以目前的血量上來說應該是沒救了 OK那這邊蓄氣量應該是不足了 差一點好直衝鑽差一點就獲勝了很可惜 好那沒關係 我們來下一場看一下喔 這一場的話遇到的是毒枯蛙 毒枯蛙的話 基本上其實 妖精系跟鋼系合起來的大爭鋒 並沒有太大的力的事 但是當你想說我們還是換角 我們直接讓大爭鋒上來 結果對手切角應該是切錯了 這邊直接看到 那個毒系能夠打妖精系的狀況 當然我們是優勢了 然後這邊先演一下 是直衝鑽只有對手不防 那我們先用致命毒針把自己的攻擊上陣之後 毒擊的威力就顯現出來了 大爭鋒在遇到瑪莉露莉的時候 其實上是佔優勢的 但是因為你還是得靠直衝鑽去逼迫他的血量 所以如果直衝鑽能打到的話 相對的就優勢許多 但是如果你也實際上 像丹尼這樣使用致命毒針去騙防 但是你看到對手完全不理我們 他會直接說那給你打吧 把你的防護罩交出來 所以現在很尷尬的在於 現在丹尼使用了三次致命毒針 對手完全不打完防護罩的天啊 那這樣的話我們有可能會吃到第二個 用光束啊 我們現在雖然攻擊上是三階 但是目前處於完全沒有防護罩的優勢啊 對手兩個防護罩 用一隻瑪莉露把我們拿下來 這時候就要看他後面角色了 如果大爭鋒能夠壓制的話 就還得打 看一下喔 對手會上誰呢 欸 是電蜘蛛欸 電蜘蛛 電蜘蛛的話 電蜘蛛本身 本身在打這一隻 大爭鋒雖然沒有絕對的優勢啊 但是他當然不能派毒褲蛙上來 所以 竟然被我們攻擊力提升的四階的 大爭鋒直接拿下來 非常慘啊 OK 那剩下一隻那個 毒褲蛙的話就沒救了 因為毒褲蛙在打大爭鋒算是劣勢 但是我們剩一滴俠 但是我們這邊還準備好了一隻 專門對付格鬥系 毒褲蛙的角色 也就是我們的水風球 水風球完全壓制啊 雖然剛剛在瑪莉那邊 我們沒有 把防護罩留下 導致對手兩個防護罩 但是你可以看到對手他的 第二隻角色 反而是電蜘蛛 拿不下我們的大爭鋒 反而就直接被毒擊請下去了 算是非常的尷尬 所以他現在目前就有防護罩 加上我們的水風球在場的情況下 他有防護罩也是沒有很大的有處 所以玩家如果在打瑪莉的時候 致命毒針是拿來騙防 而且增加毒擊傷害的話 拿來打瑪莉其實是非常好用的 好那這場應該要收下來了 水風球因為 那個幽靈系能夠扛住毒系的傷害 然後飛行系能夠扛住他地面系跟格鬥系的傷害 所以水風球是完全壓制毒褲蛙的 然後我們就收下了這場勝利了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可以看到萬聖節杯如果使用大嘴華算是蠻好用的 主要原因在於他的火焰牙可以帶出高傷害之外 增強犬的增加攻擊力也算是他的一個很好的用途 不過相對的如果遇到嘎拉或者是地面系角色的時候 他就變得比較疲弱一些些 所以當你在後面放置一隻水風球 避免遇到飛行系的 然後火系的話可能相對的就比較吃緊一點點 所以我們這邊如果遇到火系的時候 盡量還是用切水風球上來 增加一個必防的一個功能之後 最後可能在大爭風那邊要稍微蓄一下氣 才有辦法用紫衝鑽拿下火系 會是這套陣容 遇到火系會比較疲惡的情況 但是如果遇到狹野屬性的話 如果遇到潮系對手的話 這套陣容是可以完全壓制的 萬聖節杯的大嘴華算是蠻好用的 就推薦這套陣容給玩家們當作參考 然後萬聖節杯也有許多冷門的角色 持續的被開發出來 如果玩家想要看哪一隻角色的對戰影片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丹尼如果有看到的話也會列入考慮喔 那麼本部影片就到這囉 往後還有想要知道更多寶可夢相關資訊 歡迎訂閱丹尼的Youtube頻道 或到粉絲團按讚 就會知道更多第一手消息喔 如果玩家希望丹尼必定回覆你的留言 也可以加入丹尼的會員 將會比其他觀眾更快得知丹尼影片的資訊外 而目前也有推出進階的好友會員 加入後玩家可以在Pokémon GO遊戲裡加入丹尼的遊戲好友 而目前Pokémon GO遊戲好友數量只有200人 因此數量有限就盡情把握囉 你的支持都將會化為丹尼做影片的原動力 那麼我們下部影片見 好了 請大家 支持一排 支持一排 支持二排 支持一排 支持一排 by bwd6